青山中央医院的一场大火 夺走六条人命 死者当中也包括诺哈尼 55岁的弟弟尤索夫 诺哈尼指出 火患发生当时 他刚好在医院的食堂用餐 万万没想到大火会突然来袭 诺哈尼也控诉 发生火患的家户病房空间太小 病房的安全和防火措施不完善 他希望政府提升医院的安全措施 避免悲剧重演 尤索夫的遗体已经在今早十点 在恩古阿末回教墓园安葬 设立134年的新山中央医院 深切治疗病房是在昨天发生大火 火势迅速蔓延 造成病房内的两名华裔女子 两名印医女子 一名印医男子和一名乌裔男子身亡 火患发生的原因目前还在调查中 不过根据首要媒体记者的实地走访 院方曾经在事发的几个星期 发现事发的家户病房电线冒出火花 当时已经有相关人员到病房去检查 而就在大火发生前 也有人投诉闻到烟味 这其实已经不是新山中央医院 第一次发生火灾 在这之前 有关的医院曾经发生过五次火患 而其中三起就发生在家户病房 NTV7综合报道